好来我们这边呢要讲课本的2.2的部分factorization so 2.2.1我们先学factors and factorization concept 我们在form 1 chapter 2的时候我们有学factors factor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因素 假设我有6的情况之下我有6 6的factor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1乘6等于6 2乘3等于6所以我的那个factor of 6呢是 那一个1 2 3和6这样 然后factor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 factor of an algebraic expression or algebraic terms and when multiplied together will form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factorization is the reverse process of an expression 就是说我们之前乘factor expansion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2.1的时候我们学expand 我就乘出来ok 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做的事情是乘出来 然后来到这个2.2的时候呢factorization呢我喜欢讲的是抽回去 ok就2.1乘出来 然后2.2我们又抽回去 ok factorization是抽回去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3P 3P是1乘3P也可以是3乘P 所以factor of 3P是1 3P跟3P 所以我们在那个2.1的时候我们学了expand 然后我们2.2的时候我们就学怎样给它抽回去 我们在那个expansion的时候我们学这样沉进去 然后我们在factorization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给它抽出来 so我们的课本的第一个呢是要把它的common factor抽出来 ok so factor,common factor and highest common factor for the product of algebra expression so common factor是factor 刚刚我们那些factor咯 然后common factor是它一样的咯 highest common factor是一样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so我们的这个4x加2 它的2是它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所以它把2抽出来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之前在那个呃 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是这样乘乘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的时候我又再跟它抽回出来 所以你看在这一边我的这个 这一边我的A挂弧A加B 我这样跟它乘乘出来的时候 它变成A2加AB 然后我的这个 现在我的A2加AB 我要变回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A2加AB 我就把它变成了那个A抽出来 A加B这样 ok好 来在这一边我们先看example6 ok我们刚刚这边这个是introduction 这一边是example6 so在这一边呢 它的example6呢 它要我们做什么东西 它要我们list out all the common factor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terms ok 它要我们找它的common factor 所以我的6h的时候呢 我的6 我的心里想 我的6是这个号码的 它是1乘66 然后它是1236 所以我的那个6h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我的6h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h 2h 3h 跟6h 这一些就是affect 我的4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有1 2 和4 然后所以我的这一边4gh的时候 它就有1g 2g 4g 1h ok 1h就是h 2h 4h 然后gh gh 然后2gh 4gh 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 我们一样的有什么 我们一样的有1 一样的有2 一样的有2 然后一样的有h 还有一样的是2h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那个common factor 会是等于1 2h跟2h 然后我的这个9c2d的话呢 我就有1 3 9 然后c 3c 9c c2 3 c2 9c2 然后 呃 那个d 然后3d 9d 然后cd 3cd 9cd 然后还有这个c2d 3c2d 9c2d 然后我的3d2d1的话呢 他就133 然后d3d 然后d square,3d square,1,3,1 然后d1,3d1,然后d square,1,3d square,1 然后我的6dx的时候 1,2,3,6,然后d,然后e,然后f,然后d1,然后df, 1f,还有d1f,然后我就有2d,3d,6d,然后2d,3d,6d,然后2d,3d,6d,然后2df,3df,6df,21f,31f,61f, 然后2d1f,3d1f,6d1f这样 然后在这边我们一样的有什么东西 这三个都有的,肯定e肯定都有咯 然后3都有咯 ok,然后ddd大家都有d,所以我的这个它有d,这个也有d,然后这个也有d,然后它就有3d,它也有3d,它也有3d,它也有3d, 然后这个有d,然后这个有c,这个没有c,这个有e,这个没有e,f没有了咯 所以它common factor有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的common factor 这个会是等于那个e3d跟3d,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的这个它是,呃,什么e2h2h,然后e3d,所以是e3d3d,好,课本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事实上呢,它这一种题目它还有另一种做法, 它另一种做法呢,是我找它的hcf出来 ok,hcf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我有6g跟4gh ok,我要找它的那个highest common factor,然后 然后,我找了它的highest common factor之后呢,我在找它的那个factor,就是它的common factor so我在这一边,我的6h跟4gh 都是2的倍数,我除2,3h,2gh 我除h,然后它就变成3跟2g 所以它的hcf呢,是2xh 等于2h,然后我的common factor呢,就是 2h的factor,1,2,2,h跟2h,就是这样 然后,我这一边有9c2d,3d2 6d1f,这样的东西,我除3,339 然后d2e,然后d1f,326,133 然后我在这一边,一样的周有是d,然后c,这两个没有 1,然后只有d全部都有了 所以它剩下3c2d1,然后2ef 所以我的hcf呢,会是等于3xd,等于3d 我的common factor呢,就会是1x33,然后还有d跟3d 啊,这样就快很多咯,ok 这个是最标准的 这个是找hcf,然后hcf的factor 然后课本呢,它是1,9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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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这样的方法,我很少用这样的方法啦 ok,我用这样的方法,我是拿来找它的那个common factor 3d,然后我再拿3d的factor,1,3d跟3d 那这样,ok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6h,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你应该是讲你的6h是2x3xh 然后你的4gh等于2x2xgxh 所以它们一样的是2xh 所以它的这个hcf呢,是2xh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会是等于 那个common factor呢,就会是等于1,2xh ok 好,接着我们2.2.2 这一边factorization of algebra expression的时候 我们用hcf 然后我的8x跟12x2它的hcf是4x 它的这个4x是怎样拿到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周远看呢 8跟12都是4的倍数 4,x跟x一样的是x 它没有x2,它x而已,所以是4x 然后你慢慢的做的话呢 就是我这边有8x跟12x2的时候 我除x,它就会变成8跟12x 我除4的时候 428,然后3x 所以它的hcf的时候 它就会是x乘以4,也就是4x 然后它的这个 如果我有8x加12x2的话 我就有8x加12x2 它会变成了4x一样的抽出来 2加3x2 2加3x就是这样 ok 然后factor of 16 然后它这个是165的情况之下 我是1,16,16,28,16,44,16,12,48,16 这样啊 factorization using various method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做factorization 我现在这个呢 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一眼看到它的hcf是4x 然后能够直接跟它抽出来 然后详细的做法 我这一边会讲解 ok example 7 7 还有8还是8 然后我们看example 7这边先 它在这一边呢 它要determine the hcf for这两个 然后它再叫我们factorize下面的这个东西 好 好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我肉眼来看 4跟6的倍数是2 h是它一样的2h 然后369 3是它同样的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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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d而已 c它们没有 e它没有 cd 这样就完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6h 4gh 这一体不是跟刚刚的上面的一样吗 6h 4gh 然后9c2d 3d2e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做了 ok 因为同上跟上面的一样 ok 好 所以就是说它跟上面的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 我一眼看就是2h 一眼看它就是3d ok 总之我是把它一样的2除下来 h一样的h除下来 然后没有一样就停下来的 一样的3除下来 一样的d除下来3d 然后就没有了 ok 好 然后它要我们factorize这个东西 然后3x跟15呢 它都是3的倍数 我知道那一个 它们一样的是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 我的这一个东西 我要做它factorization的时候 这个会是等于 厉害的同学它可以直接看到3 然后x加5 如果你一开始不会的时候呢 你能够做的事情是 你把你的那个hcf3抽出来 放外面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出3 然后你在这一边 133133355 所以385x加5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 7m加21m square的时候 ok 然后厉害的 就是已经会了的 我们可以把7m抽出来 它会剩下1加3m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的这个 我抽一样的是7m 这个除7m 这个也除7m 然后7m7m一样 所以它会变成1加3m 这样 ok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7m跟21m square 我除7 它就有m3m square 然后我再除m 好 1跟3m 所以它的hcf呢 是7m 也就是7m 所以我抽的是7m ok 但是我们能够目测 直接知道它的hcf 是3 hcf是7m 这样 英文字母一样的是什么 号码一样的部分是什么 这样 ok 好 接着我们example 7 这一边呢 这个 它就8x的2x square 除4 2x 3x square 然后除x 就2跟3x 所以hcf是4x so我们就 long division 你这个4x了 放外面 然后2加3x 在里面2加3x 然后你要check你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 你再乘回出来 ok 你再把你的答案乘回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你刚刚的有没有做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怎样check答案 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3挂弧x加5 我这样跟他乘进去乘进去 ok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3x加15 跟这个一样 我的7m挂弧1加3m的时候 我这个跟他乘进去乘进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7m加21m square 就是这样 好来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他different square of two terms ok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他平方差公式 平方 ok 平方差公式 ok 平方差公式 ok 平方差公式 我们之前在expansion的时候 我a加b乘a-b的时候 我这样乘 a乘a a square a乘-b-ab b b乘a ab 然后-b square 然后加ab-ab就没有了 剩下a square-b square 所以我知道这样乘出来 a加b乘a-b 会变成a square-b square x加2乘x-2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x square-2 square x square-4 然后7加q 7-q 他会变成7 square-q square 49-q square 然后我们的formal chapter3的square的时候 我们这一些叫做perfect square 我都让我的学生背上来 so1 square是1 2 square4 3 square9 4 square16 5 square25 6 square36 7 49 8 649 8 11 12 14 14 然后平方差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结局是什么呢 他是两个term 他中间一定是减 中间是加的不可以 中间一定是减 他有x square 有y square 然后有1496 25这一些 然后你要把它写成前面的square 减成后面的square 然后你就会变成前面加后面 成前面-后面 ok 我有a square-1414 14 他变成a square-12的square a加12 a-12 然后1-4k square 1 square-2k的square 1加2k 1-2k ok 所以我的这个x square-4 变成x square-2 square 然后x加2x.2 49-q square 7 square-q square 7加q 7-q 这样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的example 8 这个东西 example8 我们要做这个factorization 他就会变成了b square-1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b加1 然后b-1 这样 ok 然后接着呢 这个 我的9m square 他是3m的square 10的square 所以他就变成3m加10 然后3m-10 然后这一个 我们先把3抽出来先 他都是3的倍数 我先把3抽出来 然后他变成y square-432 3927 然后你看49 就回到我们刚刚同样的那种 熟悉的套路 它是y square-7的square 所以他变成3挂弧 y加7 然后y-7 我把5抽出来 k square-16 然后5挂弧 k square-4的square 然后5挂弧 k加4 k-4 这样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答案 然后b加1b-1 3m加13m-10 然后接着这个 呃 这一边 3挂弧 y加7y-7 5挂弧 k加4k-4 好就是这样 ok 这个就是平方差公式 好接着呢 我们进入 using cross multiplication 然后cross multiplication 的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有 这个identity 这个是公式啊 x加y square 他就会变成x square加2xy加y square 你看到这样的东西 你就知道是x加y square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x-y square 他会变成x-2xy加y square so他就会变成 哈哈 x-y的square 然后x-y square x-y so cross multiplication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然后详细的东西呢 我就呃 不要在这边跟你们讲解 ok 呃 我的这一个x square 他是x square加6x加8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一边之前 在那个2.1的时候 我们学到的是x加2乘x加4 我这一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x square加4x加2x加8 然后他变成x square加6x加8 现在他给我的是x square加6x加8 x square加6x加8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之前是这样乘过来 现在我们要变回去 ok 然后这一个变回去呢 呃 很多老师他是教你们用cross multiplication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是教我的学生开挂弧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多像是乘多像是 这边这样乘乘乘乘乘 还变成这样 然后两个挂弧 然后x英文字母一样 然后后面的号码一样 然后这样三个term 最后变成三个term 所以我三个term会变成两个挂弧 所以这个呢我叫他开挂弧 ok 好开挂弧的这一边呢 他这个你要setting更详细的版本的 你可以去看回我那个 呃 什么 有专门一个playlist跟album是关于这个factorization的 ok 好你去我的那个facebook 的那个教学危险的facebook 然后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pin post最上面这一边你see more 然后这一边他有这个form2的 然后你按了form2的之后呢 这一边他有字这个factorization for quadratic expression so 这个是我的facebook 这个是我的youtube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就有很详细的 在这一边有很多的 关于这一种factorization的讲解 然后交叉相乘法啦 然后factorization level1 level2 level3这一种东西啦 ok 这一些就有很详细的讲法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就不 不详细的讲 好在这一边呢我们 呃 这个我有总结出一些规律出来给我的学生看 就是说我的这个a square加bx加c这种东西 我们是要用那个开挂鼓的方法 我叫开挂鼓的方法 我们要把a变成positive 前面那个号码变成positive 你才能够跟我的方法 so我有-3x square-7x -3x square加7x-6 我要把g抽出来 还变成3x square-7x-6 然后他的所有的term都是同样倍数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lcmfactorize出来 ok这样他就变成比较简单 ok好 然后呃接着我们看c c是positive的时候呢 我们就同样符号相加 c是negative的时候是不同符号大减小 ok 然后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心想啊 我在这边假设我有一个x加2乘x加5 然后我还有一个x-2乘x-5 然后我的x加2乘x-5 和我的x-2乘x加5 这一边我这样 层层层层 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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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一个呢 会变成x2 加5x 加2x 加10 所以它变成x2 加7x 加10 然后x2 -5x -2x 然后 加10 然后才变成 x2 x2-7x加10 然后这个是x2-5x加2x-10 然后它变成x2-3x-10 然后x2加5x-2x-10 然后x2加3x-10 首先我们第一个看的东西呢 是它的那个c的部分 就是它后面的这个部分 你看我的c的部分是positive positive 因为它的这个加加是属于同样的符号 减减是同样的符号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c是positive的话 它是同样符号 相加是什么呢 你看我在这一边 它同样符号之后 2加5变成7 2加5变成7 所以它是相加 然后接着我的这一个呃 c是减的时候 你看这边c是减 c是negative value ok 它就是不同符号 ok 就是说你看我在这边 减10减10 它一个是加2 一个是减5 一个是减2 一个是加5 它的符号不同啊 所以它不同符号的 是这样 ok 好 所以 呃 那一个 它大的product跟b的符号一样 你看这个是减3 它这边是减5 2跟5 5比较大 减5减3 然后2跟5比较大 加5 中间加3 这样 所以我的那个 的 大的product 和b的符号一样 就是这样 ok 好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 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时候 ok 我们再来做这种因式分解 那那个 开挂弧的 它就会比较容易了 so 我刚刚的这一题 我的x2加6x加8 so 我的x2加6x加8的时候 这一题 你可以看啊 我的a是什么 我的a是1 b是6 c是8 然后 所以我知道c是positive 所以它是同符号 然后b就是positive 所以它是加加 so你看c是positive的情况之下 b是positive它就是加加 然后如果我的那个b是negative value的话呢 它就是那个减减 如果我的b是negative符号的话 那么它就是减减 ok b是negative的话 它就是减减 b是positive的话 它就加加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b也是positive c也是positive 所以它是加加 所以它同符号 加加 然后过后呢 b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188 248 加上来变成6 加上来变成7 9 然后它中间是6啊 中间是6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我的这个x2加6x 加罢了 它就会变成开两个挂鼓 然后xx加加 然后2跟4放进去 然后怎样检查我对不对呢 这个乘出来是2x 这个乘出来是4x 所以2x加4x它会变成6x 这样就对了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example9 ok 课本里面还有example9 101112这一些 好 来我们看9先 好 example9的 我不要跟课本的方法啊 我用我自己 刚才给你们总结出来的 这一种方法 来做它的这个 课本的example9 好 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 我的c这一题 c是positive 然后b是negative 所以我知道它的那个答案呢 会是减减 减 x减 x减 它是c是positive 所以它是same sign 然后相加 ok 我们知道它是same sign 相加 在这边我有讲了 就是说 我的那个c是positive的情况之下 ok 它就是一样符号 相加 然后b是减减减 所以它是减减 然后过后呢 这一个呃 什么9的话呢 199 然后339 然后我相加的话呢 这个是10 这个是6 它中间是6 所以它这个是33 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x减3的square 其实它是前平方后平方 减后两倍在中央 ok 然后接着这一个呢 它c是减 所以它就会一次different sign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开挂火 然后它是呃用减的 所以8 188 然后428 减这个是7 这个是2 所以中间是2 所以我用2跟4 m m 然后2跟4 然后 这一个是减 所以大的放减 所以这边放减 然后这个就放加 ok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你可以看我这边乘出来 它是2m 然后这边乘出来 减4m 所以2m减4m 它变成减2m 所以m2减2m 然后这个248减8 这样 好 好 接着我们看 example 10 这一边 ok 我们看它的b是加 然后c是加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知道它是same sign 然后我们用加的 然后接着我的b是加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是加加 ok 所以加加的话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m 和2m 它都是加 好 这个6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以是 什么 呃 有4种可能性 在这一边我们有4种可能性 1 2 然后3 4 我可以怎样做呢 我可以是166 我可以是616 我可以236 我可以是326 我有这4种可能性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乘出来它是2m 这个乘出来它是6m 我加上来它是8m 一样吗 它中间是7m 不一样 然后这个622 12m 然后这乘出来4m 加上来是13m 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个224 4m 这个3m 然后加上来它会变成7m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这个3266m 然后这个是2m 然后它加上来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8m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m加2 2m加3 所以它是m加2 2m加3 m加2 2m加3 ok 你这一种 这个叫做交叉相成法 我自己本身教我的学生的做法呢 是用通过观察的方式 然后再来这样 你其实你不用4个都写出来 到你熟的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在你脑海中自己试 是16啊 还是61啊 还是23啊 还是32 你试完出来了 你就可以直接写它答案出来啊 所以对于那种 呃 比较熟了的学生呢 他可以直接2m2加7m加6的时候 他的心里想哦 他是加加 所以我在这一边加加的时候 我这m2m 然后我就224 3 然后4加3 7 加加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 他就是比较 难的一种题目啊 然后过后呢 你们有一些老师他会讲 呃 他要用交叉相成法 你要画一个table出来 所以m加2这边m2 2m加3 这个是2m3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交叉成224 4m 3m3m 然后这个是2m2 3 2 6 然后这个是7m 所以你看2m2加7m加6 就是这样出来的 可是 可是我没有让我的学生用这样的方法 我让我的学生直接看他的那个 挂糊 然后通过观察 就是说我们这一边有 4种可能性 然后这4种可能性里面你自己心里想 哪里一个是能够变出这个4m 然后这一边3m加上来等于7m跟中间的这个一样 然后就是他答案了 所以厉害的人其实是熟悉了的 他可以直接这样一眼看就看出他答案了 ok 然后如果你 听不懂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其实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你不用担心呢 因为这个呢 他其实只是一个介绍而已 在这边让你们有一个介绍 然后让你们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到了form4 chapter1的时候 quadratic的时候 我们才会深入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ok 好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第11题是这一个 好 好来接着我们看第11题啊 所以他这个前面a是减 用我的方法我要把减抽出来先 2y2加9y-5 减抽出来 减变加减变加加变减 这个也是减抽出来 然后他变成3x2加8x加5 ok我的做法是要把减抽出来先 然后过后呢 在这一边我有y跟2y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的c是negative value 然后所以他是different size 然后他用减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一加一减 5 520 155 然后中间是加大的加这个减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是10y 然后这个是减y 所以他变成9y 对了 所以我的这个答案是减挂弧 y加5 2y-1 然后如果课本里面的写法 他应该是y加5 然后1-2y ok或者是5加y1-2y 来我们看一下课本的那一个答案是什么 课本的答案是2y-1-5-5 啊不可以不可以 其实我们的这个是可以把减抽出来的 就是说这一边的这个呢 其实我还可以把减抽出来 2y-1 然后y加5 因为我的这个减y-5呢 减y-5 等于减挂弧y加5 这样的东西 然后 这一边的这一个 减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呃 x跟3x 我要变成8的话呢515 加加 你看我这一个乘出来才变成3x 这个乘出来它是5x 加上来才变成8x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c是positive value 所以它是same sign 然后我们用的是夹 这样 ok 好 嗯 嗯 这样 ok 呃 我还是那一句 我的学生 我要求你们跟我的方法 然后 嗯 你 真的是不明白的话呢 你去找回我的playlist 来呃 看回这一个部分 ok 所以在这边example11之后 我们就来到的这一个4个terms 这个是4terms的 好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呢 是4个terms的 4个terms呢 这一个东西 他是你看ab加acbd加cd 前面两个我分成一组 后面两个我分成一组 前面一样的是a 我把a抽出来b加c 后面一样的是d 我把d抽出来 他剩b加c 所以他b加cb加c一样 他将b加c抽出来 然后他有a加d在那边 ok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呢 我叫他分组分解法 ok 首先我们只有多像4的乘多像4 就x加a乘y加b 他会变成xy加bx加ay加ab 然后我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分组分解法呢 就是前面分一组 后面分一组 然后你看在这边xy加bx加ay加ab的时候 他x一样抽出来y加b 然后a一样抽出来y加b y加b一样抽出来x加ay加b 你看他就变回他原本的东西了 然后 这个分组分解法呢 我们要小心加减减加的case 加减减加的case 我们后面要放减 你看啊 如果我是加减加减 我刚刚的这个xy-xn加yn-yn的时候 我前面一样的是x抽出来 剩m-m 后面一样的是y抽出来m-m 然后这个是加加减减 你看到加加减减 你就知道后面一定要抽减了吗 所以你前面一样的是x抽出来a加b 后面一样的是减抽出来-y抽出来a加b 所以他变成a加b x-y a加b 然后如果我这边有加减减加k2-km-10k加10m的时候 我前面把那个k抽出来它变成k-m 后面我抽-10出来它变成k-m k-m-k-m-k-m一样k-10k-m 因为如果我抽10出来而已的话 一样的是10 它变成-k加m 跟这个k-m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 抽后面抽--ok 后面要抽--ok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example 12 不过我在讲example 12之前呢 他的这一个他讲 factorization for这个 他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那个x筹出来 7x变成6x加x 然后我的这一个2x2加6x 我可以把2x筹出来x加3 这个是1乘x加3 x加3一样筹出来2x加1x加3 这样的方法 讲证呢 我自己本身是不会想到的啦 ok好 来我们这边看 这一个前面两个一样的是q 所以他变成q p加r 后面两个一样的是s 然后p加r 所以我就有q加s 然后p加r 前面2的倍数 还有px qy 呃px qy py qx 好 来我这个需要换一点位置 这边换来这一个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2px 减4py 加6qy 减3qx 呃 ok 等下这一边不可以这样 然后把我这个半区的后面 减3qx 加6qy 所以我前面的2p是一样的抽出来 x减2y 后面加减减加 减3q抽出来 x减2y ok 然后他就会变成2p-3q 然后x减2y ok 嗯 这一题 这一题他是属于超难的那种提醒的 然后呃 那个课本呢 他他 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就直接来到很难的例子 所以这一个东西呢 我只能够告诉你的 就是说 我要检查他对还是不对的时候呢 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我要检查他对还是错 所以我能够做的事情呢 是我呈了一处来 我的这一个2p-3q 然后x减2y 我就这样 乘乘乘乘乘 所以他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2p-4py-3q 加6qy 这样 然后2p-2p-6qy 减4py-3qx ok 还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q加x p加r 我在这一边我这样乘乘 ok我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pq 加qr 加ps 加rs 你看pq加qr加ps 加rs 你看这个就变回出来了 b的这个你不明白不用紧 我等下到后面他那边有 那一个练习 里面有更多的习题的时候 我们从看更多简单的 然后过后再看回这个 你自己再看回这个 你都会表明白 好 好来 好来接着我们看 这一个2.23的example 13 这一边是应用题 ok好来我们做这个应用题的 这一个呃 他的东西是这样 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长方形 他是足球场 然后他的area是4x2加16x 然后 然后 呃 with 是4x 然后 这个 是空人 not 他没有 他没有 没有 那个震到水的地方是多少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 其实这一题不用做到很复杂的 这一题呢 其实你要 然后他你看课本的做法 是这样啊 他是在那边讲 ok好 所以他的这个是长层宽 4x2加16x 然后除4x 除4x 他变成x加4 所以他这个是x加4 然后他4x这一边在除2 然后这个是2x 这个是2x 所以他在这边 这个是2x 这个也是2x 然后这边是x加4 ok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两个三角形 三角形是2分之一层底层高 2分之一层2x 乘x加4 月月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或者是我在这边月月 然后这个再可能沉进去2x2加8x 所以他答案就是这样2x2加8x 然后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 呃没有正水的地方是4x2加16 减掉2x2加8x 所以他4x2-2x2 然后16x-8x 所以他2x2 所以他2x2加8x ok 好 所以可是事实上这一边呢 他有很简单的做法 我发 我发一个正方形 下来 你看这一边是一样的 这一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知道一半的地方正水 一半的地方不正水啦 ok 他没有正水的地方 就是直接这个4x2加16x 整个除2 我上面 我上面把2抽出来 他就会变成了那个2x2加8x 除2 然后我2跟2可以月减 所以他答案就会变成2x2加8x 就是这样 2x2加8x 好所以这一段呢 我的4x2加16x除2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这个 我其实可以用for1的方法 然后这4x2除2 他变成2x2 16x除2加8x 就是这样而已啊 ok 好接着呢 我们就有sup practice 2.2 ok在我做sup practice 2.2的练习之前呢 我们 我们这一边他的因式分解呢 首先我们就有第一种 一样的我们跟他抽出来 那个是抽取公因式 我们有两个term 三个term 四个term 两个term的话呢 他中间是减的话 我用的是平方差公式 然后 那个 x2-y2 然后前面的square-后面square 等于前面加后面前面加后面这样 然后他是三个term的话呢 他可以是开挂股 完全平方公式 这个是for4的 然后四个term的话 我们是用 前面两个筹一样 后面两个筹一样 这个是分组分解法 所以我们这一边来做练习 好来 我们在这边做self practice 2.2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是self practice 2.2 然后他要我们找他的hcf 我直接用来观察吧 ok 我们这一边 这一个是8跟12的倍数是4 英文字母一样的是y 这个是b ok 然后这一边呢 他是一样的是w 然后10跟15都是5的倍数m 然后5,2,3,5 他的号码没有同样的倍数b 他们没有c,c2,c 4,8,6都是2的倍数 a他没有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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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而已 然后c他他没有 所以2b 所以这个的答案就直接是这一个了 在这一边我通过观察 我找到的这个是他的hcf so我要找他的common factor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hcf的factor 1 2 4 y2y跟4y 然后 1 乘b 1b 这个是他的common factor ok 1跟b 然后1跟w 然后这个是155 然后还有m跟5m 1跟c 然后122b跟2b 这样 ok 接着我们再来做b 他要我们factorize 所以我把一样的抽出来 5抽出来 1加2 然后接着这个一样的是2a 我把2a抽出来 b-4a ok 然后这个我把3ab抽出来 然后这个我把3ab抽出来 他就有c加2a 然后这个把4x抽出来 1-3x 这个我把f抽出来 这个我把f抽出来 1加f加g 然后这个我把2x抽出来 x-2y加3w 这样 ok 然后我的这个下面的d的这个我们就 看一下比较复杂的做法 就是他一样的是4x 我把4x抽出来的时候 我里面的抽除4x 除4x 然后我的这个月月变成1 月月x月月3 1-3x 所以他就变成上面这个 然后我的这个 他就是f一样罢了 f抽出来生1 f抽出来生f f抽出来生g 这个我就不讲了 然后我的这个 ok 他一样的是2x 所以我在这边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就是我在这边我把2x抽出来 他就除2x 除2x 除2x 然后我在这边 xx月2 2月 xx月2 2月 然后326xx月 所以他是x-2y加3w x-2y加3w 就是这样 好 好第三题这一个呢 他是属于平方差公式 ok 平方差公式 ok 平方差公式呢 他是两个term 中间是减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变成b square-9的square 所以他变成b加9 然后b-9 然后这个a square-b square的话 他变成a加b a-b x square-1 就是x square-1 square x加1 x-1 x-1 然后这个是4y的square-7的square 然后他变成4y加7 然后4y-7 然后这个是m加3的square-4的square 所以是m加3加4m加3-4 所以他变成m加7 然后m-1 哦 1跟f 这两题是属于比较难的一种题型的 然后在学校会出现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2挂弧x-1整个东西的square-3的square 所以他这个是2挂弧x-1加3 2挂弧x-1-3 所以他是2x-2加3 然后2x-2-3 所以他是2x加1 然后2x-5 这样 好就是这样 好来接着我的这一题呢 他的是三个terms的 三个terms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交叉相声法 我自己是开挂弧啊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 他c是positive的情况之下 他是属于same sign 然后他是相加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是属于 那个 呃 x x c是加加加 然后14 274 2加79 对 然后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这个你去看回我的那一个影片 然后1加1-298 然后加9-2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他就是x x 然后3824 然后-8加3 ok c是减 ok c是negative value的话 他要用的是different sign 然后我们用减的大减小 8-35 -8加3-5 然后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乘出来是2x 这个乘出来是7x 然后他变成9x 然后这一边是-2x 然后这个是9x 所以他变成7x 然后这个是3x 然后这个是-8x 然后这个会变成-5x 这样 好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他是这样 我就有mm 然后16的情况之下 c是减 然后2乘13 16加13-2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他就yy 然后355-5加3 然后这一个呢 他是k k 然后呃 这个应该是44-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这个是k-4的sq 好来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我开挂弧 我就有m跟2m 然后622-12加1 然后这一边他这一个会是这样 呃3263263f3f 然后22-- 所以这个是3f-2的sq 然后我把2抽出来m2加2m-8 然后我这一边就有这一个mm428248 然后加4-2 好接着我们看j的这一个 他就有那个x跟2xx跟2x 然后717 然后减7加2 然后这一边他这一个是呃1262232683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是哇 factorize the following algebra expression 所以在这边factorize the following algebra expression 所以在这边factorize the following algebra expression 我打q抽出来p-r x-1 后面要抽减-wp-rp-r1 p-r1 p-r1 q-wp-r p-r1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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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X加Y 所以它变成X加6 然后X加Y 3A一样 B-3D 然后C一样 B-3D 然后3A加C 然后B-3D A一样 H加J -B一样 H加J 然后A-B H加J 然后 J一样 M-M Y一样 M-N一样 J加Y M-M 3X一样 3Y-Z 然后 4P 3Y-Z 所以它变成3X加4P 然后3Y-Z 这一种是属于Standard的那种难度的题目啦 OK 然后比起例子提供的那个容易很多啦 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一个长方形的Carpet 它是3米乘2米 然后它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那房间这个是Y加2 2Y-1 Calculate the floor area that did not cover by carpet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那个area for Carpet 会是等于2乘3 也就是6 Area of floor呢 是这个Y加2 乘2Y-1 我这一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它变成2Y2 然后-Y加4Y-2 所以它是2Y2加3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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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A Area of not cover 就是我的Area of floor 减掉Area of carpet 所以我的这一个 它会是2Y2加3Y-2 减6 所以它是2Y2加3Y-8 我们做完的时候 才挂弧放单位 然后Felisa want to cover the whole floor area with the carpet of that side Determine how many pieces of carpet will she need If the value of Y是2 Y是2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这个V 我的Y等于2的时候 我的Y加2 会是等于那一个2加2 4 我的2Y-1 等于2乘2-1 然后它是3 所以 这一个长方形呢 它其实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的 ok 就是说 它这一边是4 这边是3 然后它这个是23 23的情况之下 这样 事实上就是我23 3 这一边这样 然后这边这样23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2323了 这个是222 然后233 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 呃 how many pieces of carpet she need 它需要两片啊 ok 它需要两片 然后 然后 determine how many pieces 所以在这一边它需要2 pieces of 哪一个 carpet 这样 2 2加24 4 4-13 43 23 2323 才变成43 对 好 所以我们的section2.2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讨论完了 嗯